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路透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 德云社总将习高峰、副总经理、总队长阮云平 以及杨九郎、尚九熙、张九南、高九成、冯兆祥、杨鹤通、高小辈等 德云社演员都出现在录制现场 在这些演员当中 高峰、阮云平在德云社伟高权重 艺术造诣也是极高 搭档张云雷的杨九郎 有着德云断头台之称的尚九熙 也是德云社青年相声演员的翘楚 相对于其他几位 高峰、阮云平、杨九郎、尚九熙等人 已经是德云社内耳熟能详的相声演员了 张九南、高九成、冯兆祥、杨鹤通 是德云社两组比较成熟的搭档 但是此前并没有跟随郭德纲上过综艺节目 也没有办过自己的相声商演专场 而这次张九南等两组演员出现在金牌喜剧班节目中 看来郭德纲是准备捧他们了 张九南原名张建宇 1993年出生于北京 高九成原名高成 1987年出生于天津 两人于2013年拜世郭德纲门下 是第一批九字壳弟子 到现在张九南、高九成已经合作七年之久 舞台上的张九南负责斗根 他相声风格火爆 喜欢和观众互动 曾有开场小王子 定场师小王子等称号 他的表演极具特色 在德纲社独树一帜 负责捧根的高九成 也是德纲社一位才子 除了相声说得好 高九成在金剧和主题演奏方面 也有颇高造诣 相对于张九南的刚硬 高九成更显温柔 两人搭档起来刚柔并济 相得益彰 如今是德纲社比较成熟的青年相声演员 张九南、高九成 这次能够参加金牌喜剧班 看来郭德纲是准备捧他俩了 冯兆祥、杨赫通 这对相声组合 在德纲社也是多年的老搭档了 其中 豆跟冯兆祥是郭德纲义子 师从于谦 在德纲社人称大哥 还有着一首 道背报彩民的绝技 捧根杨赫通 是郭德纲贺子科弟子 是德纲艺术传习社的教导主任 青年队队长 冯兆祥、杨赫通 这对演员在德纲社相声水平不弱 去年开始 接替张云雷、杨九郎领衔 德纹三宝的演出 如今随郭德纲参加金牌喜剧班 接下来的发展前景将会一片光明 除了张九南、高九成、冯兆祥、杨赫通 郭德纲徒孙 乱云瓶徒弟高小辈 也出现在三庆园金牌喜剧班录制现场 此前 高小辈还参加了德纲豆校舍的录制 看来 这位宝藏男孩也要藏不住了 您支持郭德纲捧横张九南、高九成、冯兆祥、杨赫通、高小辈 这几位德纲社相声演员吗 您最喜欢的是谁呢 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吧